剑职副省级女干部在北大演讲,我唯一害怕的,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。 今日评法,2018906.29,来源,诗词天地,我唯一的害怕,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,不相信规则能战胜前规则,不相信时常有敌于官场,不相信学术不等于全数,不相信风骨远胜与妹骨,你们或许不相信了。 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,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,讲待遇的越来越多,讲理想的越来越少,大观越来越多,大师越来越少。 公务军,祝欣宁在北大中门西毕业典里上的致辞,亲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,尚无好,谢谢你们叫我回家,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会,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。 已经加满,光阴倒转,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,同学的发言,老师的讲话,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。 可是,站在你们面前,亲爱的同学们,我才发现,自己真的老了。 1988年,博本和毕业的时候,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。 那个时候,你们的朗朗部长,还是众女生掌握的帅师兄,你们的唯一老师,就与我的同屋女孩,爱的地老天荒,而他们的孩子都该跑大学了。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,记忆中最美的春天,难以再挥手的昨天。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,我们只是一点点额有限的现钞,而你们是极家上市的股票。 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,虔诚,无人不见,一切皆有可能。 面对你们,我甚至缺少一份书翻过来人心得的勇气。 但我先生一劝我来,我的朋友也劝我来,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奖。 今天,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,性平淡薄,有的已经主政一方,工程灵酒,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,也有的离了婚,生活并不如意。 但在网上交流时,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,他们都一律外的让我一定要来,代表他们,代表那一代人,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。 是的,跟你们一样,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,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,青色的背影都曾被烟然的阳光,定格在五月星藤柴满的绿墙上。 但那是三个世纪的事了,我们之间横跟着二十多年的时光,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,今天或许你们笑称起为空想。 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症,今天的你们要面对界面谈话,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,是民主,自由,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平爹,躲猫猫,打酱油。 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的三角地游荡,而今天的你们喜欢隐形与伟大的互联网。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,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还在苦苦寻找民主的幸福,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,喜欢永久形容自己的处境。 二十多年时光,中国到底走了多远,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,早已荡荡无存,见证你们少年兴趣的一坛糊涂,正在创造新的历史。 你们这一代人,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,更广泊的见识,更成熟的内心,站在更高的起点。 我们想说的是,站在这样高的起点,由北大中文系出发,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比应,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。 我不需要提醒你们,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,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,也不需要提醒你们,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事故,消遣你们的万丈雄心。 更不需要提醒你们,走入社会,要如何变得物实与现实,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经营其中。 我唯一的害怕,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,不相信规则能战胜贤规则,不相信时常有别于官场,不相信学术不等于全术,不相信风骨远胜与魅骨。 你们或许不相信了,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,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,讲大语的越来越多,讲理想的越来越少,大观越来越多,大师越来越少。 因此,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,我想说的只是,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。 在这个怀疑的时代,我们依然需要信仰,也许有同学会笑话,大师姐写报社论写多了吧,这么高的调子。 可如果我告诉各位,只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,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,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,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,是否会多想一下,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, 他们依然如此,我知道,与我们这一代相比,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,原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,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,但社会的问题,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。 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,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,文学理论无法是别读奶粉的成分,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。 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,很多人把信仰、理想、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,我很担心,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实在否定一切,解构一切的粉碎机? 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梦而随波逐流,变成前一群先生所言,精致利己主义,事故老道,善于表演,懂得配合。 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方年轻人所说的,却并不培养精英,我有一位清华地业的同事,从大学开始,就自称是北大的根屁虫,对北大元甚至敬重。 谈到大清王朝北大黄江湖传言,他特认真的对我说,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,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,他提到西南连大师的老照片,给自己的感动。 一群阴山蓝旅的知识分子,气旅学傲的屹立于天地间,只应当就是国人严厉北大人的形象,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,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,是否都能常常自问。 作为北大人,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套然之气,那种精神的魅力,充实的人生,天地之心,生命之灭,往生之学,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记起共鸣? 马克思,曾凯探,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,但缺少有武器的人。 今天的中国,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,但缺少有信仰的人。 也正因此,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,才格外珍贵。 从母校的教会出发,二十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,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,那些能幸免的人,不仅因为坚强,更因为信仰,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,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,不要照原谅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, 选择坚守,选择理想,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,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。 杨树铭先生写过一本书,这个世界会好吗?我很喜欢这个书名。 他以朴素的摄问,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。 这个世界会好吗? 是在认为,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,就在各位的手上。 最后,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,送给亲爱的学弟学梅。 无论中国怎样,紧紧的,你所站立的地方,就是你的中国。 你怎么样,中国便怎么样。 你是什么,中国便是什么。 你有光明,中国便不在黑暗。 不要害怕社会的现实,也不要畏惧社会的虚伪。 只要心中还有理想,大陆便仍然远大。 相信自己的理想,也要相信自己的心。 未来还很遥远,中国与文化都还在等待你。 等待你坚守信念踏上真诚。 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放文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